即使你有多麼強勢 時代的改變總會令你有退下來一天 就像在1998年面世的雙門小炮車 Audi TT 在2006年推出第二代 2014年推出第三代 這輛小炮車曾經吸引了不少車迷追捧 曾經大熱一時 不過最近傳出將會停產的消息 因為 Audi 要配合未來電動車的發展藍圖 就要放棄它 今次來到德國試駕最新Facelift版本的TT 可能就是最終章了 最後一別當然選一部最頂級的TT RS來玩 讓我幫你找出十個要珍藏它的理由 第一 當然就是它的樣子 它的小跑車看起來一直都很喜歡的地方 來到Facelift版本亦有些改良 加闊了車頭擾流 換了新的RSE鬼面罩 希望看起來更加低矮 更加貼地 更加有跑味 第二個賣點當然就是它的嬌小玲瓏身形 車場只有4.2米 細細粒 滴滴色色 泊位方便 共彎靈活 第三個理由呢 它的車尾 我自己也挺喜歡它的車尾設計 由頭到尾都經常圓圓圓的 它是一個蠻signature的象徵 Facelift版本亦改了車尾的擾流設計 拉闊了 多一點線條 加上兩個RS專屬的 這麼大的雙出氣候 跑味十足 而這款尾翼仔也改良了 兩側加了一個小小的淨風翼 去改善它的空氣動力學設計 又看得又看得 到第四了 就是它的儲物容量 我覺得作為一部細小的小跑車 它的儲物容量也不錯 達到305L 也能放到大行李箱 摺上後排椅背便達到712L 第五 說到車廂 雖然Facelift版本的內容沒甚麼改變 但我自己覺得它的設計依然挺有型 用很多金屬式版來點綴車 波棍台 操控 看上去是完全不會覺得外出的 當然你還可以加錢選配 這個RD Exclusive Package 好像這部一樣 冷氣口 縫線 桶椅 安全帶 配合藍色 更加有型 這部TDRS版 更加不少的 就是有很多RS的專屬配件 波棍 最好當然是這個鏡皮大環 有手感之餘 有些功能 有足夠的按鍵也夠好用 第六 就是這個Virtual Copic的錶板 這個錶板當然是Audi的Signature 標記 這個錶板其實除了帥氣之外 其實這部TT的資訊也挺豐富的 除了它有一般汽車常見的功能 例如地圖 藍牙 聽歌之外 它亦有關於Sport Car的功能 例如它可以看到一些軚壓 引擎資料 以及G-Force的數據給你 駕駛起來時 戰鬥味會更加濃 數到第七 當然就是它的性能 TDRS的動力心臟 沿用一副2.5公升即的Turbo引擎 這副引擎取了九年的國際引擎大獎 雖然它的性能輸出沒甚麼改善 依然是400匹馬力 扭力達到480Nm 但這力量實在竟然不必要繼續吞進去 其實不夠力以它的不細駕的車身 即是你一上車或山路 給油 即是說來又來 馬上升至三四天駕駛 它的波箱是一個輕速的S-tronic電腦波箱 0至103.7 度 夠細快 第八 當然有它RD最灑的駕駛四驅系統 來到德國這些山路 它的駕駛四驅系統 它的動力分佈 令你空氣彎上來 你會覺得它的穩定性更高 你空氣彎上來 你會覺得好像沒甚麼顧慮 十分稱職 第九 就是它的車重 這部TT-RS 剩車重只有1456斤 亦是其中一樣 令TT的援力性很強的原因之一 這部車輕身 有引擎馬力輸出 加上它的轉向很靈活 指向性很高 露滅感很好 在德國開著這部TT-RS 高速公路 無論是山路 周圍有 周圍闖 你覺得它的性格是一個很活潑的小孩 即是你跟它在一起很好玩的 當時它又快給你 你要乖乖地靜一會兒 你玩起來 它又可以很輕鬆 跑得很快 你好像經常都可以跟它玩得很開心 它的確是一部很有駕駛樂趣的一部車 所以 如果TT要停踏的話 要跟這個情人分手 對於我來說實在有點不捨得 不過 最後一年 可以來到德國和它玩了一天 實在冒陷 最後 第十 就是它的引號 它的引號 以TT-RS為例 每8公里 8L 可能你覺得8L 過3 過4人錢便便便便宜了 但是 如果以它的性能輸出來計 即是它比你這麼大的樂趣 以小跑車來計 我覺得 一個多人錢 實在 是最後一個值得珍藏的原因 有一點 施殺列車男星金義盛 走入抗爭現場 與香港人並肩同行 追蹤事實真相 香港中文字幕版 探查企劃Straight 香港的憤怒金義盛 果然台獨家首播